不是还有弘一弘朔呢 那也不能这样贸然轻敌呀 真是胡闹 母后 儿臣身在侯府 自是处处都会被保护周全 而且 弘朔还有那么好的骑车技术 今日之事 儿臣还得好好谢谢他们才是 好了好了 知道你仁厚 不过 你倒是提醒了哀家 弘朔已弱冠之年 也该去戍边 历练历练了 这弘朔虽勉强算得上骁勇 但他毕竟年幼 心性浮躁 也还不够稳重 恐怕此时 贸然让他戍边 会烦惹母后失望 哀家是让他去历城 还有贺瑶在那儿坐镇呢 弘朔不过是去掌掌见识 让他去历城 如此倒也甚好 对了 贺瑶与洪朔也是旧时 他们俩自幼 便在一起长大 看来 确实是朕多虑了 哀家知道你是担心他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哀家今日又惊又怕 身子早乏了 快回去吧 儿臣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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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他们记起以前的事 看来并非一事 毕竟是已经尘封了千年的记忆 不必急于一事 要与尸首定会再去 他们恐怕需要帮助 此四人意志坚定 让他们相信有妖 需慢慢引导 再给你些灵力 日后定能派上用场 再给你一些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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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乃是太子之后 现在郎族有人 欲与赫氏勾结 你和我 理应携手除害 为了保全大又安危 本将大胆猜测 侯爷一定会补惜任何代价 郎族万七将军 十四岁徒手猎雄 十八岁成为郎族第一勇士 二十岁官拜万七 用了短短数年时间 就将已经分裂上百年的 郎族三十六部落 收服了大半 在本侯看来 将军不出五年 定可统一郎族 成为新的大军 将军如此骁勇有谋 何必找我这个 早已失去权力的 空壳王侯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您是谁 好久不见了 你到底是谁 这府里戒备森严 你怎么进来的 我想去哪儿 谁拦得住我 难道春柳是被你杀害的 这府里的人 这府里的人 我想杀谁 就杀谁 好大的口气 对 过来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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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別管我 快去追他 他就是那天行刺之人 快去 什麼人 他就是賈蚊春柳之人 你究竟是何人 竟敢在我府中傷人 我要傷人 不需要理由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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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